農民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由傅老师来讲解草莓种植的一些高产种植技术 谈到草莓在移栽的时候 一般都要聘用工人 对吧 都要从当地找一些工人来帮忙 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我在别的棚里面已经看到草莓一栽上以后 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有一些草莓棚户在栽质的时候找的一些农货 他不懂草莓栽质的技术 结果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到后期草莓开始挂果的时候 结果草莓不像笼钩之内去挂 反而梗上也有 沟里面也有 所以说呢给咱们后期在管理上啊 就是造成了一些麻烦 管理不方便 这个呢就是咱们在移栽的时候啊 这个苗子没有栽好 所以说本期呢傅老师来给咱们讲一讲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选了一个壮苗以后 而且是带土 我们在移栽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 大家可以看看 有一个拐弯的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工贝处 我们在栽质的时候啊 这个工贝的方向啊 就要朝向这个笼钩 朝向笼钩这个方向啊 这样子在栽质上以后啊 它包括形成花碎花托 包括在形成这个草莓的时候 草莓果的时候啊 结果它全部都是在这个笼钩方向形成的 而这个笼上啊 这个方向呢就不会形成这个结果 这样子呢也为咱们在后期管理上呢 会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便利措施 另外一个注意的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栽质深度 什么深度多深比较合适呢 大家可以看看 就像这个 栽质的时候啊 只要是这个新叶不淹没新叶 它就属于一个栽质的深度 好了 本期的傅老师是讲解了草莓种植的时候啊 两个注意的问题 希望咱们这个草莓种植后啊 应该引起注意啊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在栽质的时候 呃 这个工人的尽可能找熟练的工人 那么这个工备的一个朝向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栽质这个深度问题 希望傅老师讲解呢 对你有所帮助